主播现代人越吃越健康了 我们来到新加坡这里呢 感受是特别的强烈 因为新加坡将成为全球首个禁止高糖饮料的国家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新加坡的卫生部发现了 包装含糖饮料呢 已经占新加坡国人每日设置的糖量的三分之一了 为了跟糖尿病呢 来进行一个大作战 所以颁布了这样的新阵子 不过呢 我们现在其实在超市啊 看到很多的包装果汁啊 其实外面都会印制像是纯天然的果汁 甚至是无糖甚至是低糖来做这样的响应了 而未来这个政策呢 在2020年就会正式的实施上路 其实像我现在手上的线打果汁 甚至是常见的首洋饮料 目前还不在新加坡政府的规范当中 不过如果未来相关的政策真的上路的话 会受到影响的饮料品项有哪些呢 其实像是瓶装甚至罐装的包装饮料 像是果汁汽水跟酸奶等等 未来都会在规范的项目当中 另外一个指标呢 就是计划在饮品的外包装上增添所谓的营养标签 这个标签一共分为ABCDE五个等级 A级最健康 一级最不健康 如果你的饮品呢 未来被规范在属于1的等级呢 可能就会因为糖分过高 被判定呢 是要禁止刊登广告的这个项目当中 其实类似的减糖运动呢 全球不少国家都纷纷响应 除了像是这个营养标签 甚至还有国家是选择科征所谓的糖税 就是希望消费者呢在选购饮品的时候 有更多健康的选择 关未来2020相关的政策上路之后 究竟能不能达到新加坡政府希望预期达到的效应 以及消费者的接受度如何呢 恐怕都还有待时间考验 以上来自现场的情况再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